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分辨 什么样守面向的男人 就是属于这种爱偷吃的那一款 对 有些人除了正餐之外 他觉得零食才是好吃的 对 要来讲他可能不觉得偷吃 他只是就是吃零食而已 因为他的欲望本身比较重 所以如果说你有这四款 特质可能有两种以上的 这样的男生的话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他的欲望 相对的会比一般人重很多 尤其在情欲方面 来看一下第一个偷吃的纹路 就是真的很爱吃零食的 偷吃纹的就是 两条的婚姻线比较靠近的 我们左右 如果是男生的左右手都算了 婚姻线在哪边呢 就在我们的小指头的下方的横线 这很近 如果有同时两条很接近的 那这个很接近的话 而且要同等长的 例如说两条都很长的 然后又很接近的 代表说这样的人比较不安于事 因为他有选择的困难症 什么意思呢 尤其感情方面 尤其他在婚前 跟你结了婚之后呢 万一他的前女友来找他了 他就说 可是前女友又来找我了 我怎么办 那当然就不要理他 可是他不是他觉得说 如果我不理他 感觉我心狠狠 因为他看的点呢 有点不太一样 他觉得说我今天如果说 我没有去给他一点安慰 我觉得我不够意思 我不是够朋友 但他没有想到说 现任的这个老婆 可能会很不高兴 所以像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他本身因为自己的一种假慈悲 会让他呢 陷入所谓的三角的恋情当中 对啊 会跟些人说 你应该是大体啊 我觉得有身边啊 对不对 要懂事 是大体 对 倒会变尸体 我们其实在藏仪设 你是大体啊 对 所以呢 千万不要乱是大体啊 好来看一下 这第一个就是偷词的纹路 来看一下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风流纹 就是很爱玩的 玩到呢 就是天涯海角 这种的话就是太阳线上面呢 有个导纹 太阳线呢 就在无名字的下方 一条直线 这种不管男生女生呢 他都很爱玩 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来讲 你根本管住他的人 但管不住他的心 因为他天生喜欢自由 而且很喜欢奔放的感觉 那像这样的人呢 他情欲呢 会特别重 他典型的就是玩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 而且他很喜欢寻求刺激 例如说在性生活方面 如果你太规律性的 去跟他相处的话 他会觉得 哦 这样不够好玩 他一定要玩得很刺激 甚至玩到刺激的感觉 他没办法满足的时候 他会去寻求外面的 例如说碾花热潮 交易啦 对 外面交易 可是对于女生来讲的话 他觉得这样好像很不干净嘛 因为既然你跟我在一起 当然对感情很忠贞嘛 可是他觉得说你不能满足 因为他的点就是 你不能满足我 我出去找对象 是正常的 所以他的那个理由 非常的义正言辞 但别人听起来都会很愤怒的 所以像这样的人 他是非常的风流多情 而且个性非常的花心 要特别注意了 所以像这种就是 看到一个是一个 人见人爱 因为他这样的人 其实也蛮有人缘的 所以大家会主动靠近他 所以他也相对的会来者不拒 所以要特别小心了 是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玩咖的脸像 玩咖的脸像长怎样呢 就是眼皮有比较多层 他可能不是双眼皮 他可能是三眼皮或四眼皮 哇 那有一些眼皮可能有三层到四层 那最重要呢 这种玩咖像呢 就是两个眼睛眼皮是不对称的 可能他这边是双眼皮 但另外一边可能是三四折那一种 这种的话呢 他是一种就是感情会比较复杂 而且是典型的 脸花惹的潮型的 哇 像看到前男友的眼睛了 真的啊 真的是有这样子很多层的 通常这么多层会有一点眼凹啦 对 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他本身来讲看很多人 尤其刚刚讲 他这种会吃闺蜜型的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 感觉呢 跟你在一起 然后他朋友在一起 他就玩在一起 会比较开心 因为他寻求的就是一种 反正呢 我可以一箭双雕啊 或是反正一束花里面呢 他可以拥有好几朵 他会觉得很开心 感觉这样比较划算 所以像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太猴 所以喜欢吃窝边草的那一种 也是 享受刺激 反正基本上 他就寻求很多刺激啦 那他这个刺激呢 又很喜欢跟身边熟悉的人去玩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 他这样的人呢 非常负责任 而且会让我觉得很没面子 因为他这样的人的话 年花惹草的个性来讲 他任何人他都想碰 他觉得我跟这个人有关系 他会觉得有种成就感 所以他是喜欢收集闺蜜型的 或者是说呢 他觉得这种跟三五好友在一起 他可以同时玩好朋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跟 A在一起或B在一起 可是互相共同认识的 他觉得这样很好玩 他觉得有熟悉感 他喜欢组成一种家的感觉 可是像这样 你会玩得太大的话 就会觉得有点变态 就是变成表妹表姐 就是都住在一起了 对 也很大 是说男生 你要去外面重新认识 也很累 也很辛苦 要重新 反正都是你的闺蜜 大家都认识 而且你们女生自己有个毛病 就是闺蜜的男友 好像不错 别人的都比较好 对 所以这种也是假后到手 反正就有点复杂这个人 所以如果跟这样的男生交往的话 一定要多三思而后 行的 要多观察 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婚后会出轨项的 就是眼白有字型的 眼白有字代表这种欲望 这种欲望来讲的话 他有时候会鬼遮掩 什么意思呢 例如说明明会觉得说 我今天跟这一个人结了婚之后呢 他有时候外遇的对象呢 别人会觉得很摸不扫的 什么意思 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 小三应该就是要长得很漂亮的 但是他外遇的对象 你会觉得说 怎么会长得很不像小三的 可能他可能找外遇对象 可能是曾经有结过婚 然后带了很多孩子之类的 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觉得说 也是刚刚跟第一个比较像 他属于这种假慈悲的 他觉得这个女生呢 需要照顾他 他就用一种同情的角度 去跟他相处 但同情到最后的时候呢 他会发现他一步错 步步错行的 因为他没有智慧呢 去判断说 我到底可不可以 这个人可以帮助 这个人可不可以在一起 他是完全当下没有智慧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会让他呢 越陷越深的 所以他是属于一种 鬼遮眼或死遮眼型的 会让他呢 完全走瞎的路 然后而且要步步错行的 所以这四款的什么面相呢 都要小心 都是比较容易偷吃的男生 所以女生要睁大眼睛